我就真的認為新北市 不管你是什麼黨 你甚至民進黨 你都應該投侯友宜 前幾天的疫情 民進黨主要是怎麼對我們新北市的 大家還記得嗎 要疫苗 一支都沒有 怎麼等 怎麼吹 就是不來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像高雄 等等之類的 要辱毛 給一塊 給十塊 給一百塊 給一萬塊 你民進黨政府 怎麼對新北市的 全台灣最大的直轄市 當時疫情那麼嚴重 最後還說 我們平均分配 什麼平均分配啊 當然按照疫情來分配嘛 對不對 對 民進黨就憑這一點 就應該下台 你是中央執政 你全台灣每一個縣市 不管藍綠 都是你的人民嘛 是不是 是 原知 原知原味的原知 台大政治系 師大的教育學博士 所以他對教育非常重視 對不對 爭取很多教育的制度 教育的改革 爭取很多的籃球場 運動設施 為我們新北孩子的教育 費盡苦心 教育重不重要 重要 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對不對 教育是百年大計 我們當然要選一個教育博士 教育專家 而且他當議員當的好不好 好 議員做得太好了嘛 所以議員做這麼好 要讓他繼續能夠幹立委 替我們做更多的事情 你要 所以1月13號 為了我們國家的前途 為了兩岸的和平 為了我們未來的幸福 為我們的子孫的幸福 1月14號這一票 投給約人一次好不好 好